最重要的一番就是在從茶青林回來以後 第一關就是日光尾雕 再來就是室內的尾雕跟攪拌 這三個過程可能會決定到 明天香氣跟滋味的表現 尾雕跟尾雕 是尾雕人的設計過程中最重要的過程 若是一部設計 滋湯的滋味可能就會走進去 這個過程的都是電腦的經驗和技術 那你怎麼會想來參加這次的比賽 因為就想說有去 而且東方美王沒有自己 然後剛好有機會就參加 我們高山查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也可以轉型看看 有更多的查路可以選擇 現在經濟也不景氣 對所以說現在就是要多元化 在各方面都要學習 南道館所生產的好地是很人知道 但是來到夏天 最不可以炒過就是蟻雕 這種由蟻雕吃過 變成下垃圾的就是地味 近年來是越來越受到大家的歡迎 所以主辦單位也希望透過這地的競賽 讓大家在真正技術和地式的東西 也可以提供蟻雕雕 以我們豆茶協會來當一個領頭羊 不但可以製造烏龍茶 可以做紅茶 甚至也可以多角化的經營 來製造那個東方美人茶 它因為是經過小月產蟲咬過的 那在夏天才有製作這個茶種 那變成說這種茶品的話 在一年四季那也受到蠻多人的喜愛 那所以我們來推廣這個東方美人茶 以實際做地的競賽 大家不斷提醒技術 正跟南老館第三葉的競爭力 第九改進詞將的東方美人茶 這地的競賽 也希望救出選團 民間鄉會有一個好地 記者王主如常報道